另外為您介紹改編字作家蔣勳文學作品的音樂劇《少年臺灣》 十個故事娓娓道來 帶大家感受臺灣這片土地的生命力 還有熱情 音樂劇《少年臺灣》是改編字蔣勳老師的同名文學作品 從書中挑選改編十個不同的小人物故事 在臺灣這個島嶼各個不同的角落裡 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背景的人們各自努力生活著 對臺灣這個島嶼我們了解多少 蔣勳說這本書的內容是他在十一個年頭當中 背著背包穿著破牛仔褲到臺灣四處走走 走到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開始感受當地 你走到一個別人不認識你的小小的村鎮 然後坐下來吃一碗麵攤上的蝦米 然後看著旁邊的狗 然後一個只有一隻眼睛的老人 我就開始做筆記 有時候做素描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回來做我自己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我真正跑了很多臺灣的 這些小小的偏遠的地區 蔣勳說這種出走 他不稱他為旅行 而是忽然失蹤 每次感到沮喪的時候就能夠在忽然失蹤裡找到力量 我每次在臺北這種大都市裡 有時候會覺得有一種沮喪的時候 不管是政治 不管是經濟 好像我一到這些地方我就好了 因為這些人這麼簡單的生活 可是他讓你覺得好安分 那他們其實是救了我 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時候救了我 所以我就會希望說 如果要改編我的作品 我希望不是看到我的作品 是看到臺灣 因此在一次酒漢耳熱之際 音樂總監楊中恆 表達希望改編蔣勳的作品成為舞臺劇 而蔣勳自己就選了少年臺灣 透過劇中演員的肢體動作 和優美的音樂旋律 再次傳遞出島嶼上的生命力 及人們的熱情 也要帶大家看見在臺灣各個角落 各自努力生活者的人們 記者綜合報導 請往於推圍 拍照 動 ement 我們 我們